我们再看三苗集团 这个集团部落众多 知系庞杂 各种小部落文化众多 语言不通 习俗诡异 又没有一个人口占据大多数的主体民族 简而言之 谁也治不了谁 部分的小部落 甚至就是某个地区的一些小散户 根本难以形成凝聚力 要不是因为来自北方华夏集团的强大压力 这些小部落恐怕很难聚集到一起 为了对抗华夏集团 三苗集团的部落联盟首领 和军事领袖们 在江汉地区建立了石家河古城 他们在这里集结部队 招揽人才 准备和位于瑶都林坟的瑶帝一决雌雄 虽然和华夏集团硬碰硬 多少有点以卵基石的味道 但三苗集团也不是吃素的 他们的士兵身披兽皮 手执石斧或者木棒 从湖南 湖北 集中到了石家河的中心聚落 或者卫星聚落里面 发誓要抵抗华夏的军队 保卫自己的家园 请注意 三苗集团之所以反应这么大 是因为大战一旦失败 他们不但要失去家园 还有王族灭种的危险 在原始社会体系之中 一个部落为了自身的生存空间 而权监另一个部落的事情 早就已经司空见惯 失败者甚至没有选择投降的权利 只能任由胜利者摆布 故而生死存亡再次一役 中原大帝此后的历史走向 也因此战而改变 公元前2300年左右 瑶帝向华夏各部落 以及盟友部落 发出了讨苗席文 并且亲自选定了 玉兮和鄂西北一带 作为主战场 纪律严明的华夏军队 通过大小数十仗 彻底击溃了石家和大本营 制定的三道防线 当地的苗族 纷纷落入华夏的势力范围 旅逝春秋游仔 瑶战于丹水之谱 以赴南蛮 占领了三苗的地盘之后 瑶帝并没有对苗族大开杀戒 而是采取了怀柔政策 让苗蛮更异其俗 并且把这些理念 传给了顺帝 但是顺帝在实施 更异其俗的过程中 多次遭遇苗蛮反叛 故而他始终觉得 把苗蛮留在中原腹地 对于华夏族来说 始终是一个威胁 所以顺帝在 更异其俗的基础之上 提出了迁移苗蛮的政策 他首先把恶西未能 完全同化的苗蛮 迁移到了西北的三威山 但不管是同化一个民族 还是迁徙一个集团 这都是极其浩大的工程 顺帝终其一生 也没能完成 对三苗集团的改造 反而是那些 躲在深山里面的三苗移步 在听说了顺帝去世的消息之后 想趁着大雨地位不稳 再次扰乱华夏 这边就是